試著觀察拍檔的一舉一動 過去都是以羽球女單為主的白玉破 新挑戰是要與吳蒂蓉搭配雙打 儘管二十七歲的小小白雖然是前輩 但以雙打資歷來看 可說是個不折不扣的菜鳥一枚 這也不禁讓人好奇 搭檔時日會不會被吳學姐修理呢 她也不會呢 她敢凶 沒有 其實是因為 就是我年紀比較大 可是她算是雙打老鳥 對 她其實有一些往前的經驗 然後或者是在雙打 其實雙打的控球跟蛋白控球 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她會再多告訴我一些 我應該要去做到的事情 那我覺得就是 也就是邊打邊看 我也就直接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對 反正就是 但是還是要尊重學姐 對 但是 就是至少場上的事情 我就不會說就是太 就是怕她會怎樣想之類的 從過去一個人滿場飛翼 到現在有隊友互相cover 雖然說是助力 但單打雙打方式和觀念 大大不同 調整打法也是白玉珀眼前最大課題 移動上當然是比較輕鬆一點 只是就是在兩個人跑位 就真的還是跑位的部分 那就是怎麼講 其實來回的速度也比較快 就是這一次就是跟電容配之後 就是有一些自己的雙打的觀念 然後還有一些跑位 就是還在磨合 靠著全國宇宙排名賽 還有大小賽事 以賽代訓不斷磨合 面對雙打挑戰 小小白欣然接受 對於自己的發展 不侷限在單雙 只期望朝著挑戰奧運的夢想前進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